整片式的就很清楚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康康秀來看G-SHOCK經典款5600 這款是DW-5610SU-3 軍事街頭綠色的錶管 這應該是卡西歐第一款的G-SHOCK錶款 所做的一個延伸款 這個經典款它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樣式 不斷的改進顏色、表面 還有它的材質、配色 做一些很多細節上面的一些修正 非常的輕盈才52公克 你戴在手上會配戴非常的舒適 作為一支入門錶款 你買不起智慧型手錶 你買一支G-SHOCK的經典款 戴的也是很舒服 也蠻適合年輕人戴的 它的錶帶的材質 採用新的材質 應該是矽膠吧 顏色更漂亮 同時很舒服 當然也更堅固 一般的橡膠好容易 講說有時候會老化 不一樣 同時呢 在它的錶帶的連接處 以前都要用一個小鑷子去插它 把它解鎖換新錶帶 它這邊直接做了一個杠桿 小小的凸起 往左邊一推 就可以更換錶帶 算是蠻好的一個設計 後面呢就是G-SHOCK的型號 四個螺絲 這邊一樣有做皺褶 方便符合你的手型 錶身呢也不厚 大概13.5厘米 那錶左右寬呢 大概是43.8厘 長呢48.9厘 它不是一支大支的手錶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上 這個呢算是比較小一點的錶款 讓你配戴舒適的 我是覺得在買卡西歐的手錶 第一個你先看錶型 它的錶冠的一個設計 表面的設計是大的還是小的 確定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型號 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配色 其中比較貴一點的呢 就是所謂的特殊色 或者是限量色 那你看個人喜歡 再來呢就是看它的LED 那卡西歐的LED普遍上比較弱 但是它最近像這一支呢 它是用反光式的LED 看起來就很漂亮 我們來看一看 有沒有 整片式的就很清楚 像我之前變形金剛來講 它是一個小燈 那小燈照起來呢就不舒服 看字看不清楚 但是看紙真是OK啦 它是雙顯表 它的全部的一個特質呈現是什麼 比方說這個是經典款 然後有特殊配色 還有其他各種經典款 或者是軍事風格 修鞋風格 衝浪風格 嘻哈風格 橡膠風格 賽車風格 像它現在出的農家橡樹風格 或者是之前它最流行的登山表風格 那現在又所謂推出來的藍牙風格 超薄纖細風格 跟碳纖維風格 它的這些設計上面 其實它的卡西歐的設計師 他們今天所講的 他就是要一支電子表 兼點耐用 那一般上班或者是休閒 或者是出去遊玩 或者是年輕學子 那我只要一把 有一支卡西歐 那各種看你喜歡的型號 其實就已經很耐用了 像我有它的金鯧魚潛水錶 也有它的便襲機缸 G-SHARK 然後這支是街頭軍事風格 綠色的跟黑色的一個搭配 這款表它還有三種顏色 這個是綠色配黑色的一個表面 來凸顯中間的核心材質的一個堅固 那另外一款是走比較中性的 它是灰色的 那支我沒有買 還有一款是屬於算是狼棕色或土色的 用三種顏色來呈現它濃濃的一種風格 算是街頭啦 或者是耐用啦 一種個人特色 其實我是覺得在表款的設計上面 它必須要設計一種符合個人喜歡的 因為對男生來講 它手錶其實也是蠻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最重要是戴在手上喜不喜歡是最重要的 那它的功能呢 這款表款因為是走經典款 它並沒有什麼特殊功能 但是這個表款5600系列 它有出很多種不同的型號 比方說像那個 藍牙版本 太陽能版本 那個軍事紅眼版本 還有像我這個是街頭軍事 還有它的什麼金屬版本等等 那功能呢 基本配置沒有太大改變 就是最簡單基本的表面設計 跟它的呈現的方式 它的一些開關的設計 有一滴燈光在這裡 下面是大選箱的切換 然後調整時間 這邊用這些地方呢 來做一個配置 這邊呢 有一些顏色的設計 跟它的一些說明的資訊 G-SHOCK 打打品牌型號 然後這個呢 PRO 基本上PRO是屬於登山系列吧 卡西歐二十大七 來看這個 簡單 有力 清晰 明瞭 晚上只要一按 你的數字 時間 日期 新期 都會非常明顯的顯示 它的功能呢 非常的簡單 我們左下角呢 按一下 這是鬧鈴 它有幾種鬧鈴的設計 這個是倒數計時 你可以去調倒數計時的時間 這是基本的馬表 馬表幾乎是卡西歐的必備了 好了 沒了 就這麼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馬表計時 右上角呢 就是 開始 停止 然後 左上角呢 歸零 很簡單 調整時間 按下去 好 就開始閃了 就可以開始調了 再用這兩個鍵 好 去調整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時間正確的 就不調整它了 恢復 好 簡單的講呢 G-SHOCK經典款 入門款 這支錶也不貴 2000多塊錢 多一點點 那如果你想要買它的特殊配色 或其他的版本 那價錢可能稍微貴一點點 那馬胎的太陽能 或者是電波計時 這都有它的特殊功能 今天呢 那簡單的介紹 卡西歐DW5610SU-3 街頭軍事 綠色的錶款 謝謝